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课程 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讲解输入输出流 那在上一次课中呢 我们介绍了一个文件类File类哈 在Java.io包里面 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了一个文件输出流类 File Output Stream 文件类对象呢,是特指一个文件 比方说目录文件呢,或者是普通的文本文件等等 但是文件类呢,它只可能是去创建 或者是重命名,或者是删除某个文件 而不能往文件里面去写数据 或者是读取数据 那要完成这种读写数据呢 我们必须用流来实现 所谓的流呢,就是数据流哈 数据流是有方向的 它是如果是流向文件 就说明是写数据到文件 如果是从文件流出来 说明我是从文件中去读取数据 那么,在上次课里面呢 我们是实现了一个往文件去写数据的 这样一个流类对象 File Output Stream 那我留一个File Output Stream 类的对象呢,也是指向一个文件的 指向这个文件呢,说明我写的数据是专门要写到这个特定的文件类对象里面 好,那我们这次课呢,将继续讲解如何读写数据 那既然上次课我们介绍的是写数据到文件类对象的这样一个流类对象 File Output Stream 那么跟它对应的就应该有一个File Input Stream 好的,那这个File Input Stream呢 我依然还是C盘的A.TXT里面 上次课呢 诶,好像这个C盘的A.TXT是没有了 但好,我们可以重新再执行一下 运行一下 好,没有任何输出 但是呢,我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的确出现了一个A.TXT里面 里面有句话叫做Hello Cindy 好,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来实现呢 从这个文件中去读写数据 读写数据,去读数据 那这个呢 TestReaderFile 我用这样一个类去做 好,当然我也可以在这个TestFile里面 专门去写一个方法 叫做 Public void read 当然随便在哪里都做 都可以 那现在的话 我就放在TestReaderFile里面 也写这样一个方法叫做 Public void read File stream File path 我定义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名字叫做ReadFile 参数是一个File的 Path就是文件路径 好,接下来 好,接下来 梦方法的话呢 TestReaderFile等于 好,OBG等于6 TestReaderFile 好,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要去读这个数据 用的是File InputStream FileInputStream 那么我现在把它导进来 导进来发现以后 它是一个 也是在Java.io包里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到JDK的 ABI文档上 API文档 找到Java.io包 接下来呢 找到FileInputStream 是从文件系统的某个文件中 获取输入字节 好,看它的构造方法 有三种 第一个参数呢 也是一个File类的对象 第二个是FileDescriptor的对象 第三个是一个Stream的 一个对象 这个Stream类呢 实际上就是文件的路径 只不过这个路径呢 是用字不串来表示 好 这里呢 已经写好了哈 FileInputStream FIS等于NewFileInputStream C盘的A.txt 我这里用的是绝对路径 好 当然这句话必须TryCatch 因为 很有可能会导致FileNotFound的Exception 就是找不到该类文件的异常 如果找到了 我就可以去读取 那读取的话 它哪些方法呢 其他方法除了它自己特有的方法不是特别多哈 是Rate的方法 读的是字节 数组 记住他读的是字节 字节的话呢 大家学程序应该都知道哈 一个字节是多少 多少位 一个字符又是几个字节呢 是两个字节 那接下来我定一个byte数组 初始化它的长度 假设是25 再接下来FIS.read 调用这个方法 意思是读取出来的字节 放到字节数组 b里面 这里报错是因为这个read的方法也是强制TryCatch的哈 可能会引发IO异常 如果读取成功 我可以输出这个字节 new string b 也就是说把这个字节数组转成 string类型 再输出出来 好 我们运行一下看看什么效果呢 没有任何效果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我没有调用这个readfile 诶 对了 我干嘛要把这个C盘下的A.txt放到这里来呢 好 我完全可以用一个参数 file pass 参数变量来替代 接下来 ob接点 readfile 才把C盘下的A.txt这个路径传进去 好 现在我们可以运行一下了 看看什么效果呢 诶 输出了hello Cindy 但是为什么后面又出现了若干的这种小小的方形呢 这是因为我的byte字节变量b 它是25个字节的长度 但是hello Cindy 它并没有占满25个字节 那剩余的字节呢 当然它这里用的是一些小方形来显示 实际上是一些非法字符 它自动会补充一些东西 好 那如果 我把这个字节长度不定义为25 定义多少呢 好 我定一个10看看 运行一下 出来的是hello Cindy 少了一个D 11呢 诶 hello Cindy就全部出来了 好 也就是说 我定义的是一个字节数组 这个字节数组呢 它又必须要初始化一个长度 但是恰恰就是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个文件中的字节 到底有多少 所以我在初始化这个长度的时候呢 是无法保证我恰好就能够得到文件中数据那么长的一个字节数 所以经常呢 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 我们下次课再继续 好 拜拜 拜拜